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25周年 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 具有成前啟後的重要意義 非常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專程來到香港 和市民分享回歸的喜悅 並在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為香港日後的管治和發展作出具體指引 習主席特別強調 香港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確保條正確的方向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和令一國兩制行穩致緣 習主席亦對我們世界政府提出了四點希望 期望特區政府著力提高治理水平 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以及切實、排解、民生優難 以及共同維護、和牌、穩定 帶領香港開創一番新的景象 習主席的講話裏也特別看到香港的年輕人 更以青年輕則香港輕 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 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基於我們要關心和支持青年發展 以及致力為他們創造更多的機會 習主席重要的講話是一篇 充滿真理、力量、剛令性的文獻 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行穩致緣指明了方向 新界鄉議局以及27鄉的鄉事委員會 必定會支持民政和青年事務局 大家一齊同心協力 推動香港青年工作的發展 最後我想用四個心來總結習主席的重要的講話精神 第一就是不忘一國兩制的初心 第二就是傳達中央對香港的關心 第三是堅定香港市民的信心 第四是中央支持香港的決心 習主席希望每一位香港的居民 都成為建設香港的積極力量 共同把香港這個家園建設好、守護好 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 努力劃出最大的同心園 是匯聚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緣磅磅的力量